恭喜总裁12A 谢谢 总裁请问一下 大陆降起降准我们会跟进吗 我们会跟进我们的情况来做决定 谢谢 彭总裁与待玄机 大陆人行双降政策 台湾看着办 26号台币进阳1.14角 售载32.765元对1美元 汇率走强跟人民币各国各的 人行降准又降息 部分大陆的官方机构跟预测 1美元对7元人民币 最快今年底就会见到 人行降息直接加强人民币贬值压力 26号人民币中间价贬0.56分 6.4043元对1美元 创下近四年新低 利息都降了 我感觉它会过段时间还会上去 人民币到后期的大体走势 一定是往后面走 但是在目前应该是会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 陆克对自家货币有信心 但专家分析人民币走向有三种版本 一次性贬值今年底守住6.5元 长线持稳 或让人民币国际化先贬后升 前提是大陆经济停止恶化 万一转型不顺利 人民币只好长期看贬 如果年底要看到 这个1美元对7块人民币 我觉得可能性没有那么高 以现在来看的话 可能最多大概10%而已 根据彭博分析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今年近期几率只有9% 外汇专家李奇展预估假设成真 台币恐怕扁破35元 北行采取逆轰的操作 消耗民汇率的过度波动 从33到再往扁值10%的走势 我认为是合理的 扁值浪潮袭来 彭总裁放手让台币跟扁的几率高 出口商效转会差 但资金恐怕加速外逃 经济面没那么好 股市可能没那么好的表现 加上央行都希望货币贬值 没有投资收益 所以资金会加速外流 人民币走弱 即使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 没有续贬条件 台币要如何内外兼顾 考验 蓬审智慧 东森 采经新闻 陈敏方 杨利 泰国导